仅昨天在直播期间 大家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个大事 共产党内部有了重大的政治行动 我现在先不说 大家很快会看到的 然后美国这边 美国政府内部我相信 对待北京也会有一系列的行动 更重要的事情 全世界对疫苗停止疫苗 会有更大的进展 疫苗灾难即将停止 一定会的 不管他们多疯狂即将停止 所以说昨天那么多战友的上来 和那么多战友的表现和抱二代 真的让世界人民看到了 新中国联邦到底是邪教还是正教 新中国联邦到底是在拯救世界 还是说像那个 伊萨贝拉扬说的 五百万华人 美国人和海外华人是恐怖分子 邪教 昨天我们就很好的证明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永远要相信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永远要相信这个世界上 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的